創意比財竟在運通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歡迎收看時間密碼 今天是禮拜一 台北股市漲71點 不容易喔 亞洲股市裡面 唯一上漲 而且還漲得不少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趕快買就對 不要去擔心指數 你看你越不敢買 眼看行情一擋一擋 一直衝鋒出去 很可惜 上禮拜五 美國股市開高走低 因為原本大家期待 會降兩碼 結果連準會 撥了個冷水 可能會只有一碼而已 但不管一碼兩碼 總歸這次降息是降定了 那美國股市開高走低 雖然跌也不多 只有0.2%而已 只有0.2%一點點 美國股市還在 歷史高點上方 這個隨時整理完之後 隨時都還有再攻擊的機會 台北股市間沒有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 但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 台積電太強了 你看禮拜五 美國股市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小漲小跌 反而台積電漲了1.48% 台積電的ADR 另外還有美光也漲了1.9% 這是漲了比較多的 台積電上個禮拜從財報發布完之後 法人一口氣把目標拉高到325元 325元又是歷史新高了 又是歷史新高了 會不會來 不知道 可是至少吸引到整個市場資金 開始去追逐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又漲了5塊錢 已經264了 已經264了 所以今天台積電的大漲 光是台積電今天佔了43點 所以台積電已經奠定了台北股市間 漲勢的一個主要因素 大盤漲71點 台積電漲了1盤去 開高直接開高37點 今天還有另外一家公司 也是很重要的 大力光 今天大力光開盤直接開高60塊 我是不是教你們 每天大盤的強弱 看什麼 看谷王 谷王強 大盤安 大盤安 所以今天台積電加大力光 同時開高之後 今天這個盤就不會下去了 我教你們的方法 都是最實戰的方法 都是最好他們的東西 大力光財報發布完之後 法輪也把目標喊到5400 五千四的來賣 所以不管他會不會來 他已經帶動平概股開始在衝鋒了 已經帶動平概股在衝鋒了 所以大盤我一直跟大家講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你看這一個月來 就在那兩百五個點裡面 可是一檔個股一檔個股 不斷地攻擊出去 跟我預告的完全一模一樣 你如果他在指數不敢做 你就錯失掉很多賺錢的機會 今天大盤有要供出去的味道囉 創新高了 創新高了 箱形整理一個月再噴出 很像這裡 重新蒐集再發動的味道 重新蒐集再發動的味道 會不會過新高 會不會過新高 其實不重要啦 你如果聽我的話 你看我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從電腦展前就跟你預告了 電腦展會改變方向 當時跌了八百點 我跟大家講 趕快下去買要上來了 你看說著說著 已經漲這麼多了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聽我的話 從第一檔就開始全力買上去 都去那裡做的啊 你賺那麼多也無所謂嘛 是不是 指數過不過高 我覺得不重要 你又不是超多台子旗 你如果超多台子旗 那當然 對你來說是比較直接 那你如果超多股票的人 重點在選股嘛 選對股票跟大盤是沒關係的 跟大盤是沒關係的 今天大力光一漲之後 平蓋股間帶動唱 一起帶動整個大盤 從穩帽 台光電 康控 星星 宏傑科 瑞儀 今天表現都不錯 那同時間 5G概念股也很強 5G概念股 從散熱模組到銅箔基板 到PA功率放大器 深化甲 到其他的相關個股 今天5G概念股也是很強 這個漲幅也都不小 那你回想這些股票不就是我 這段時間一直提醒你們的 對不對 我從六月初就跟大家講了 台股大反攻 鎖定什麼 華為供應鏈 三星供應鏈 蘋果供應鏈 5G概念股 有沒有 我從六月初 就跟你們說要收定夾股票 你看這段時間夠怕力 到了今天 都還是這些股票 在領軍整個市場 我在六月初就告訴你了 我在六月初就告訴你了 所以你聽我的話 鎖定這些股票 早就賺很多錢了 早就賺很多了 可是很多漲高之後 再噴出的 就要小心喔 怎麼又賣不得了 你看像六月三零 超重 對不對 超重大漲完之後 先大漲一波 然後再噴出 這個噴出雖然很快 你就不要再追高了 三零五穩帽 已經漲了一大段了 再噴出 這個你就要小心喔 那個噴出都很容易怎麼樣 法人故意 拉高很快 吸引散戶來 散戶不來 他下不了車嘛 對不對 所以那種漲一波 再噴出的 你就不要再去亂追了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的話 你應該底部就開始買嘛 而不是到這裡再去追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講 哪一底部就會賺大錢 追高你風行就大 那其實今天最強的焦點 不是在平概股 也不是在5G 5G也還不錯啦 今天最強在哪裡 散裝貨輪 散裝貨輪 你看禮拜四 BCI指數繼續漲 禮拜五 繼續漲 漲不停了 46.5倍了 BCI運費指數 從92 死去找你到現在 三個月時間而已 從92 已經飆到 4379了 已經46倍了 已經46倍了 好誇張啊 好誇張啊 那BCI這樣飆 誰會被帶動 運輸股 散裝貨輪 對不對 我說三禮拜了 我中行講三個禮拜了 你有買嗎 你有沒有買 買個幾張也不錯啊 一張三萬塊而已 大家都買會去嘛 又不是三十萬三百萬 對 說買不下手 一張三萬塊而已 你要買多 要買少 都可以啊 那沒有買就很可惜啊 是不是 你看禮拜四 散裝貨輪指數 散裝貨輪大漲 禮拜五 散裝貨輪又大漲 今天散裝貨輪繼續漲 加速漲 運費指數漲了 46倍 運費指數漲了46倍 股價當然是漲 對不對 因為這是最根本的東西 這是最根本的東西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散裝貨輪總共有BDI BPI跟BCI 這裡面重點在BCI BCI標最兇 BDI跟BPI是被它一起帶上來的 所以這些散裝貨輪公司裡面 一定要有BCI 八萬噸以上的船 才是重點 所以我把焦點提出來給你 新興有九艘海峽型的 中航有十艘 育民有十二艘 所以重點是在這三艘 你去買台航 買惠陽 買四維 雖然都有漲 其實台航也不錯 台航也不錯 台航其實也不錯 台航也不錯 可是整體漲幅來說 還是輸中航 因為中航才是真正的焦點 你把這三家超級比一比 中航 新興 育民 毛利率 哇 差很多 獲利又差那麼多 所以一比之後 焦點就出來了 所以每個族群都有一些股票 你不要散彈打鳥 找出最重要的那一檔 集中火力在他身上就對了 你看我跟大家談完之後 中航32.7買進 大家都知道我每天講的 我每天講的 只是你要不要跟而已 你要不要買而已 32.7買來之後漲 除權 參加除權 參加除權之後再填權 禮拜四大漲 大盤跌他大漲 禮拜五再大漲 今天再大漲 一路噴出 你看32.7參加除權之後 成本降到31塊錢 哇 標到40.6了 是不是變成大標股了 我講的時候是不是在底部 我是不是又是從底部開始 跟你推薦 帶你一起操作 這樣多少啊 從31到40.6 又30%了 又30%了 所以跟大家講 大反攻計畫 我們來搶30%很輕鬆 搶30%很輕鬆 你看這波大盤對一萬兩百點 起到現在一萬九百點 有多少漲超過30%的股票 是不是都跟我預告的一樣 趕快做搶30%很輕鬆 我不是喊口號 個股兌現很多 我們也兌現給你看了 中行也30%了 30%不夠啦 每股淨值52.4 會不會來 會不會來52.4 運費指數繼續飆 他就繼續漲 不是林的院在推薦而已 法人也一直在加碼 你看法人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 而且權力鎖定的就是中行 英雄所見略同 如果來52.4 不誇大 為什麼不誇大 禁止52.4 運費在飆 獲利在提升 回到基本價值 這是基本的斗力嘛 對不對 回到基本的價值 基本的斗力嘛 那你想喔 從31 來到52.4 多少 7 80% 7 80% 我沒有細算 可是至少7 80% 林的院士說 再度帶領你們 做雷波賺大錢的機會 所以經常告訴你們 像我一樣 你可以學我這樣 專門買底部基歐股 專門買底部基歐股 就會賺大錢 專門買底部基歐股 你就會賺大錢 林何彥跟別人不一樣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完全都是公開講的 open講的 我沒有事後馬後炮 我沒有現在在標了才在告訴你 最近這兩天很多電視節目 盤中節目都在討論運費指數 都在討論BCI 太慢了 我在三個禮拜前就在講了 而且是每天講每天講 我三禮拜前就開始講了 現在報紙也在講 盤中節目也在講 都太慢了 你要養成 買底部的好習慣 才會賺大錢 否則一直追高 永遠都是追高三滴 是不是再次讓你公開印證 沒有事後馬後炮 沒有事後馬後炮 造成運費指數大漲的原因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過了 鐵礦砂 鐵礦砂標了71% 讓很多國家元首受不了 現在鐵礦砂不標了 換誰 換孽價開始標 孽價一個月時間 標了28% 標不可以停的 星期五 愛夠鎂礦禮拜四是大漲 對不對 禮拜五稍微停一下 不多 零點九% 可是庫存繼續降 庫存繼續降的時候 你看庫存從46萬噸 現在已經降到剩多少 庫存46萬噸 已經降到 剩下14萬7千噸了 庫存剩下3分之1不到 我跟你講 鐵不會停的 你庫存降得那麼低 鐵價只有 繼續標的份而已 那捏一下標 誰會受惠 我在節目裡面提醒你了 不鏽鋼嘛 不鏽鋼嘛 上禮拜五 不鏽鋼就在叮噹 今天報紙的消息也出來了 今天報紙的消息也出來了 不鏽鋼看長 不鏽鋼看長 有沒有 我上禮拜整整講了一個禮拜 今天報紙出來了 你看報紙都想不到 聽聯合院的比較快 聽聯合院的提供給你比較快 這裡面最重要是哪一檔 當然就是大成鋼嘛 大成鋼是國內最大 美國前三大的不鏽鋼供應商 今天成交量 從禮拜五的三千張增加到一萬張 新高雄增加兩倍率 新高雄增加兩倍率 今天又有一個消息 大成鋼要擴大版圖 開始併購榮美窗簾 榮美窗簾是國內很大的一個窗簾公司 電視上也一直在打廣告 為什麼大成鋼要併榮美窗簾 你知道窗簾布成本很便宜 貴在什麼 貴在那個支架 不鏽鋼那個支架 所以大成鋼併了榮美窗簾之後 榮美窗簾成本會降很多 再來透過大成鋼的通路 大成鋼在美國是前三大的 不鏽鋼通路供應商 所以他在美國有很多的通路 羅美窗簾跟大成鋼合併之後 併到大成鋼之後 他可以透過大成鋼的美國通路 從台灣直接轉戰到美國市場去 那個市場更大 就會形成雙銀的結構 這個很重要 所以大成鋼要注意 大成鋼古尼5.83元 在美國是 進口稅率是零稅率的 你看他整個底部打那麼久 九個月大底 九個月底 四十八塊多 今天已經來到四十七點多了 四十八塊錢只要一上去 九個月大底完成之後 又開始動了 本益比才八倍而已 本益比才八倍而已 是不是又是當底部基歐股 是不是又是當底部期漲股 我專門找這種股票 最賺錢的公司 股價還在底部的時候 帶會員一起做投資 也同時推薦給大家 養成買底部的習慣 底部基歐股 黨黨你都可以大賺 黨黨你都可以大賺 全新的底部期漲股 全新的底部期漲股 趕快跟上我的腳步 進段廣告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來 黃免現金的時代來臨了 接狗支付 LiPay 開錢包 全個折抵無上限 VuPone Happy Go 八十點限折二十元 往內亞洲萬里通 每趟回饋十里數 立即開啟55688APP 點數折抵最划算 黃信林老師 25年操盤經驗 精神掌握國際股市 深入台股產業研究 操作重視基本面 精選高成長公司 配合獨創操盤法的量價時間 角度趨勢轉折與循環 掌握底部起漲 與高檔轉折賣出的 穩健獲利模式 跟著老師的角度 就能迈向財富成長之路 立即來電 02-239-23988 02-239-23988 華信投顧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華信 林老師 25年操盤經驗 精準掌握國際股市 深入台股產業研究 操作重視基本面 競選高成長公司 配合獨創操盤法的量價時間 角度趨勢 轉折與循環 掌握底部起漲 與高檔轉折賣出的 穩健獲利模式 跟著老師的腳步 就能迈向財富成長之路 立即來電 02-239-23988 聽到239-23988 華信 好固 明天颱風來好想放假 年輕人跟在亂花看門 這次畫了好強的颱風啊 杜兄 您聽 颱風來除水備涼 我已備好防台用品 若遇保命 過去海邊觀潮集合冰線水 要像屈原就經逆多張 一通去居了唄 還要確保高舉排罐暢湯 避免浴塞淹水 還要趕緊收拾花盆 固定門窗招牌 李兄 你防潮準備得差不多了吧 是啊 這下畫的颱風再到咱們也不怕啦 關台出業準備好 遠離咱們免煩惱 歡迎來到現場 趕快買就對 趕快買就對了 買底部起漲股 不要一直去追高 還有很多底部剛要起漲的 你看我從6月份開始跟大家鎖定 華為 三星 蘋果 5G 是不是這段時間 這兩個的 6的 7的都在怕吃股票 6月人說發布完之後 再跟大家聚焦 5G散熱的操縱 深化甲的文貌 你看這兩支股票 對不對 從我講完之後 是不是開始飆 文貌是不是也開始飆 好 我都跟你講了啦 只是有一些股票漲高之後 依我的習慣 依我的個性 我是不追高的 我都從底部買 既然沒有從底部買 我就不會在這裡去追 這是我的個性 COF齊邦 你看齊邦 是不是從底部開始推薦的 對不對 齊邦缺貨概念股 華為重點就要求齊邦 從第46天我就開始講了 5657買進 你們都知道 我開始在買的時候你們都知道 只是你嫌他慢 嫌他慢的結果他就標給你看 等到他開始加速之後 你再去買你又落後了 上禮拜壓回我也是告訴你 快買喔 沒關係 繼續 你看今天又開高了 又即將過新高了 黃金交叉又出現了 又要噴出了 法人目標已經喊到多少 已經花到九十塊去了 九十會不會來 我個人覺得來的機會很大 因為開始進入年度的出貨旺季 一直到十月份 都是年度最旺的時候 加上今年業績 恐怕會到八塊錢喔 現在高價六十幾塊想到熟稠的 希望你有底部的 花完我們破掉 不要再碎去 不要再碎去 MOSFIT 傑利跟尼克森 對不對 傑利一百塊錢 一百二賣一次 因為沒辦法 這邊泡牢太嚴重了 所以這裡一定要洗 等他洗一洗之後 指標再壓低了 到時候從地點再來 尼克森 又是買底部的 有沒有 六十跌到三十開始買 尼克森三十買進 三十點五買進 是不是又是一檔買在底部的股票 所以我說我的股票都從底部 帶貨員操作 你們都是見證者 三十買三十七點五 現在正式站上連線了 才剛要開始而已 才剛要開始而已 連續三個月的時候 創歷史新高之後 接下來七八九 都是營運的高峰期 今年光是第一季 就已經成長了85% 今年獲利是會翻倍的 獲利翻倍 股價還這麼便宜 這種股票最讚 安全的賺大錢 我都找這種股票讓會員投資 你看建廷也是一樣 這個賣掉就不要再講太多 第三十七天買進 拉高賣掉 所以我 帶進我都會帶出 有沒有 見頂EU賣出 EU賣出 只要是個股我推薦的 帶進我都會帶出 帶進我都會帶出 你看大數據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大數據利害注意 微軟 微影 同一個集團的 一個做軟體 一個做硬體的 微軟是不是又是底部 是不是標了 所以買底部股就會標 今天微軟繼續大漲 越標越高 越標越高 微影呢 我是不是從墨西哥事件 開始告訴你 趕快買喔 絕對不會有事情的 317買 326加碼 填全又繼續漲 這個底部才剛完成而已 會噴出去喔 會噴出去喔 環球晶 我們做四趟了 我們做四趟 環球晶我們做四趟了 1 2 3 4 第四趟 第二七天買進 買進之後上來 第二七天210買出 出完全之後319買 上禮拜五325買 今天我們環球晶繼續加碼 今天環球晶我們繼續加碼 今天繼續加碼 327 會不會填全 這隨時會衝出去喔 你看今天德國釋創 我們今天小碟 德國釋創開盤之後 又繼續再漲 德國釋創已經連漲四天了 你要操作環球晶的 來跟著林肺彥做 國具華新科 漸測不可以買喔 我賣掉之後 我還沒買回來 你要操作的 跟著我一起來 跟著我一起做 我會帶你買底部的基優股 全新的底部期漲股 像我這樣做 一檔一檔你都可以賺大錢 一檔一檔你都可以賺大錢 黃仲福電話 最後請您操作順利 公司與所推薦非切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毫無知風險 現代人好多卡 信用卡提款卡 悠遊卡會員卡還有 還有 還有 沒有 你那是健保卡 你是咧 哪個卡 先生 這是摩托房卡 你是咧 你跟誰去摩托 去年跟你去拿解析卡 摩托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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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摩托尼卡 操作重視基本面 精選高成長公司 配合獨創超盤法的 量價時間 角度趨勢轉折與循環 掌握底部起漲 與高檔轉折賣數的 穩健獲利模式 跟著老師的角度 就能邁向財富成長之路 立即來電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溪投顧 滑溪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派為勝 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滑溪的事 滑溪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